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动静特别大 王一博决心在电影圈留下姓名 演技是最大考验 电影将是王一博作为流量明星演技能否得到民众认可的关键 他接下来的重点就会放在电影上 近一年来他可以说是无缝禁足 积极寻求各方的资源 为了拍摄第二部电影《长空之王》 王一博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 粉丝们偶尔也去翻译下他以前参与的作品看看 冒一下炮表达对王一博的想念 首部电影《维和防暴队》 现在的上映时间还没公布 但是热度已经开始出现上升的势头 仅在猫眼上就已经超过17万的观众预约 接近13万人想观看 王一博也将会通过这部作品正式进军电影圈 扩展自己的商业电影版图 《维和防暴队》聚焦中国维和警察 讲述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故事 演员阵容方面黄景瑜 钟楚希再次搭档 王一博成为剧中最大的亮点 从放出的杀青剧照来看 这的确是一部聚集了实力派演员 动作 画面都很出色的作品 由于是特殊的题材以及出色的班底 电影几乎已经得到了圈内人员的认可 但是还没到正式上线时 观众也很难保障电影的质量 也可能是空有热度 口碑却不及预期 另有消息称 为了保证电影的拍摄 王一博将不会参加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录制 从已经曝光的队长成员来看 有一杨千玺和黄紫涛 王一博是真的没有时间参加第五季的录制了 这就是街舞的80%赞助 都是由王一博拉来的 他原来在荧幕上不怎么跳舞 靠他的街舞表演这部综艺吸引力不少粉丝 没有了王一博之后 街舞的赞助资源可能也会下降一些 尽管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 但2021年王一博的成绩依然是有目共睹 拍摄了多部电影电视剧 还和影帝梁朝伟搭档拍摄第三部电影《无名》 综艺晚会方面也挺多 录制了 这就是街舞四 我的时代和我二天天向上和上线吧 华彩少年一共四部 参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元宵晚会等几十场演出和公益推广 新接了21个代言 那截止到今天王一博代言的产品 还有36个之多 央视也来做了特别报道 专门制作视频为王一博 从流量明星转型为实力演员点赞 北京青年报刊登王一博 和梁朝伟合作的电影《无名》 中国电影频道纷纷跟进 点评了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艺人 不论是《无名》 还是《维和防暴队》 是吹演技 还是吹关注度 热度已经开始起来了 其实这样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如果后面演技不过关 翻车肯定会更加严重 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上海堡垒 还需要时间的印证